深夜的医院走廊,灯光昏暗而静谜。 我不履匆匆,赶往产科的会诊室。 在产房紧闭的门外,我意外地撞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竟然是我的丈夫,她此时应该在遥远的英国忙碌着她的工作。 凌晨的产科,充满了紧张和期待。 我推开门,迎上了前锋复杂的眼神,她显然没料到会在这里遇见我。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 我无暇顾及她的出现,急匆匆地进入产房,查看那个刚出生的小生命。 新生儿的情况比预想中更为复杂,一个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生命, 却已经要面对颅内肿瘤的严峻挑战。 产科,神经科,肿瘤科,我们多学科联手,准备与死神赛跑。 作为肿瘤科的专家,我深知这场手术的重要性,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 同事们窃窃私语,议论着那位年轻产妇的种种, 真是个小姑娘,才刚刚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呢? 难道她还没毕业,就嫁人了? 哪里是嫁人,是未婚生子? 你看门外等着的那位,年纪不小了,说不定就是,他们的眼神交流着未尽之意,一切尽在不言中。 身为医生,我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中的戏剧性情节。 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样的故事有一天会与我紧密相连,更未料到钱锋会如此对我。 回想过去,其实一切早有端倪。 钱锋曾对一个学生赞不绝口,那是大约一年前的事了。 然后,半年前他突然决定去伦敦进行为期两年的进修, 而我,由于工作的繁忙,竟未对此产生任何怀疑。 现在看来,那个学生应该就是产妇周小倩。 他们一毕业就秘密在一起,若不是这次意外,我恐怕还被蒙在鼓里。 我深吸一口气,平复心情,开始为接下来的手术做准备。 无论这个孩子的身世如何,作为医生,我都有责任去拯救他。 经过漫长的两天一夜,我共进行了四次重大的手术。 最终,这个小生命得以延续,但由于肿瘤对神经的压迫,孩子可能会面临脑瘫的风险。 手术结束后,我疲惫地走出手术室。 前锋和周小倩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 阿兰,孩子他怎么样了? 前锋急切地问。 看着他焦急的神情,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 在过去的三十六个小时里,我经历了四次手术,两次都险些倒在手术台边。 然而,他的心中似乎只有他的情人和孩子,对于我的辛劳和付出,他没有任何的关心和询问。 我冷淡而专业地回答,孩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可能会并发脑瘫,请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高兰,你怎么这么狠心? 你是不是因为我和前锋有了孩子,就故意害我们的孩子? 周小倩情绪激动地想要冲上来攻击我,但被前锋拉住了。 阿兰,我真的对你太失望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善良正直的人,没想到你会在手术中夹带私人感情。 你有什么不满,就冲着我来,为什么要对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下手? 前锋紧紧抱着哭泣的周小倩,愤怒而悲伤地瞪着我。 周遭的同事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竟会陷入这样一场闹剧。 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响起,我毫不犹豫地扇了前锋一巴掌。 在前锋愣神的瞬间,我迅猛地抓住周小倩的头发,同样给了她一记耳光。 周小倩试图冲上前与我扭打,但我的同事们迅速将她控制住。 你们两个无耻之徒,还有脸指责我。 我高兰对每一台手术都尽心尽力,无愧于任何人。 我愤怒地指着前锋的胸口说道,可你呢? 我在救死扶伤的时候,你们却在一起鬼混,还生了孩子。 你不是应该在英国吗?这就是你说的尽休。 前锋自知理亏,眼神躲闪,不敢与我对视。 而周小倩却紧紧挽住前锋的胳膊,老师,我们的跳跳, 他这辈子都不能跳舞了,他哽咽道。 前锋突然抬头,目光中透露出疯狂,孩子是无辜的, 你恨我,就冲我来。 你是肿瘤界的顶尖专家,怎么一个小小的肿瘤都会留下后遗症? 因为你不能生育,所以连我和别人的孩子你也要害吗? 高兰,你就是故意的。 看着前锋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我不禁感到心寒。 那个曾经爱笑的少年,何时变成了这般模样? 这就是你们背叛我的报应。 我冷哼一声,有时间冲我发疯,不如多想想这孩子的未来吧。 周小倩歇斯底里的吼道,老师,一定要让害跳跳的人付出代价。 前锋轻声安抚着周小倩,与福,我们先去看看跳跳,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院长的耳朵里,他特批了我两个月的假期,让我在家好好休息。 而这段时间,也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我和前锋之间的关系。 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我们称之为凤凰男。 读研时我们走到了一起,毕业后他选择继续深造读博,而我则留在医院实习。 那时他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我们的生活开销,整个家几乎都靠我来维持。 期间我曾怀孕过一次,但考虑到他正处于科研的关键阶段,无奈之下我只能选择流产。 那次流产让我的身体大伤元气,导致我之后再也没能怀上孩子。 而前锋则凭借我父母的推荐顺利留校任教,并成为了学校最年轻的教授。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我的态度逐渐冷淡下来。 我原以为只是爱情转化为亲情后的平淡期表现而已,却没想到他竟然会如此欺骗和背叛我。 在我休假的第五天,前锋的电话打了过来,高兰你怎么可以冻结我的银行卡和查封房产? 他咬牙切齿地质问道,对,我确实申请了财产保全。 有什么问题吗? 我冷静地反问。 我本来不想做得太绝,但现在看来,我们必须要离婚了。 前锋的声音透露出决绝。 我轻蔑地笑了一声,离婚。 这个词应该是我先提出来吧。 你已经如此肮脏,我可不想要你这样的二手货。 话说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你人的觉醒,往往只在一瞬间。 当我走进手术室时,心中还存有一丝对他的期望。 但手术室外的那一幕,彻底让我心死如灰。 休假期间,我一点也没闲着。 我仔细清点了我们的共同财产,并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我要确保前锋什么都得不到。 第二天,法院的船票如期而至。 高岚女士,你的丈夫已向法院提交诉状,起诉离婚,请你准时出庭。 我冷笑,一切材料都已准备齐全,只等开庭的那一刻。 开庭当天,我准时出现在法庭上。 前锋显然是有备而来,他慷慨陈词,一年365天,高岚有360天都不在家。 我们双方感情已经破裂,请求离婚并分割财产。 我毫不示弱地回应,法官同志,我们感情破裂的原因,是前锋出轨。 你胡说,我根本没有出轨。 凡事都要讲证据,你凭什么误陷我? 前锋激动地反驳。 我没有理会他,转头对法官说,亲子鉴定报告,我方已经提交。 前锋一脸震惊,你怎么会有亲子鉴定? 片刻后,他似乎明白了什么,高岚,我早就该和你离婚了。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防着我,我都离开半年了,你竟然还保留着我的基因信息。 他咬牙切齿地说,看来你忘了我们婚礼上的结发环节。 你的头发,我一直留在家里。 我平静地回应,那跳跳的基因信息呢? 你难道没有在手术中动手脚? 前锋继续质问,开颅手术需要背皮,自然要剃发。 我白了他一眼,解释道,你早就算计好了对不对? 你还是这么冷酷无情,自私自利。 前锋愤怒地指责。 肃静。 法官听不下去,敲了敲法锤。 我趁机继续说道,法官同志,前锋已经与半年前和一女子同居,并且他们的孩子现在已经出生七天了。 在这期间,他一直声称自己在英国进修。 前几天,前锋还想转移资产,只不过我提前申请了资产保全。 因此,我们提出,前锋应被判定净身出户,同时立即执行资产分割。 我坚决地陈述道,法官在审视了所有证据后,做出了决定,接受原告的提议。 当我们离开法院时,前锋的脸色阴沉至极,仿佛暴风雨即将来临。 他原本以为能够轻松获取一半资产,却未曾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最终一无所获。 五千万的资产,他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前锋愤怒至极,对我大吼,高兰,你真是算计得好啊。 但你别高兴得太早,你对跳跳做出的那些事情,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的。 我轻蔑地笑了一声,回应道,我会不会得到报应还说不定,但你的报应似乎已经到了。 你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说完,我愉快地朝他挥了挥手,然后驾车离去。 通过后视镜,我看到前锋那铁青的脸庞,心中的快感难以言表。 为了庆祝这一刻,我决定去吃一顿丰盛的大餐。 这些年来,我一直忙于工作,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这个长假了。 我刚从三亚度假归来,就接到了院长的电话,高兰,周小倩已经起诉你,医疗行为不当,明天就要开庭了。 我明白了,院长,我会准时出席的。 我淡定地回应道,别担心,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律师。 你这么多年的心情付出,我们都看在眼里,信任你,支持你。 院长的话让我倍感温暖。身为一名医生,我始终坚守医德,从未有过任何疏忽。 对于即将到来的指控,我毫无畏惧。 第二天,我和律师一同出现在法庭上。 周小倩也请了律师,看来她也做了一些准备。 庭审一开始,周小倩就情绪激动地指责我因嫉妒而故意伤害她的孩子。 然而,她的控诉却无意中暴露了自己作为第三者的身份以及未婚生子的事实。 这一幕让她的律师都感到尴尬不已。 终于,在周小倩闭嘴后,她的律师开始列举所谓的法律依据, 我的违法行为以及相关证据,并要求我赔偿五千万作为损失。 面对这些指控,我们的律师从容不迫地展示了当天的手术资料、 手术通知单、患者病理、肿瘤病理报告以及肿瘤后遗症临床研究等。 综上所述,原告所出现的后遗症属于正常范围, 我方当事人并没有任何医疗不当行为。 律师的陈述清晰明了,有理有据。 这位律师曾是我们医院的医生,因经历过医疗纠纷而转行做律师。 她深知如何保护医生的权益,因此对方律师完全无法招架。 周小倩气急败坏地指责道, 手术时间那么长,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其中肯定有鬼。 然而,我们的律师却冷静地展示了每一次手术的时间记录以及耗材使用单据。 面对周小倩的质疑,她再次强调,作为肿瘤界的顶级专家, 高医生已经尽力避免了后遗症的发生。 但根据脑瘤切除临床手术报告, 新生儿发生脑瘫等后遗症的风险高达90%。 你胡说,你分明就是嫉妒我,嫉妒我和前锋的美好生活, 嫉妒我能为她生下儿子,你这个无法生育的女人。 周小倩的情绪逐渐失控,她愤怒地脱下鞋子,狠狠地朝我扔了过来。 法警眼疾手快,立刻上前制止了她的行为。 审判的结果毫无悬念,我赢得了这场官司。 当我们走出法院时,前锋已经等在外面, 她迎上周小倩,而她则扑进前锋的怀抱,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 前锋皱着眉头,不满地对我说, 高兰,你怎么变得如此自私冷漠,对生命充满蔑视。 你这种人,真的不配当医生。 周小倩也趁机搬出我的前婆婆来威胁我, 你看看你把阿姨期待已久的孙子害成什么样了, 她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原来,我的前婆婆早就知道周小倩的存在, 甚至还默许了这个孩子的出生。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必再对她手下留情了。 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前锋妈妈的电话。 高兰,我怎么进不了小区的门了? 前锋妈妈焦急地问。 我慢悠悠地接下面膜,回答说, 哦,我和前锋已经离婚了, 这套房子现在已经归我了。 这可是我儿子的房子,你凭什么一个人霸占着? 你们离婚了,这房子也应该还给我儿子。 她的声音提高了几分。 我没有理会她的无理取闹, 直接挂断了电话。 反正有物业的人拦着,她也进不来。 然而没过多久,我的房门就被敲响了。 我打开门,只见两个警察站在门口, 而前锋妈妈则站在一旁,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高兰女士, 有人报警说你霸占了民宅, 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 警察同志严肃地对我说, 我无视了前锋妈妈, 直接向警察解释, 警察同志, 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尽管问吧, 我会全力配合的。 这位女士反映你霸占了她的房子, 请你出示相关证件。 警察要求道, 于是, 我毫不犹豫地拿出了房产证、 离婚证、 法院判决书以及房产过户证明等一系列证件。 我和她儿子已经离婚了, 而且她儿子是净身出户的。 原因是, 她婚内出轨并且还生了孩子。 这些就是所有的证明材料了, 警察同志你们可以慢慢看。 我平静地解释着, 前锋妈妈听了我这话, 情绪立刻激动了起来。 她试图上前抢夺我手中的证件。 你这个女人胡说八道, 我儿子根本就没有外遇。 倒是你整天不在家, 说不定是在外面找了夜男人。 警察同志面色严肃, 举手示意我们保持安静, 请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 否则将视为妨碍公务处理。 前锋妈被警察的威严所震慑, 一时间不敢再出声。 警察仔细地查阅着资料, 而前锋妈又开始蠢蠢欲动, 她急切地对警察说, 警察同志, 你们可得为我做主啊。 这个女人不仅霸占了我儿子的房子, 还故意伤害我的孙子。 她心狠手辣, 在手术中动手脚, 害得我孙子现在脑瘫了。 她的声音充满了悲愤。 我听了, 简直觉得荒谬至极, 看来前锋并没有告诉她妈妈真相。 我冷静地递上医疗纠纷的判决书, 这是前天才刚刚结案的判决书, 请警察同志过目。 两名警察面露难色地看完了资料, 资料没有问题。 他们确认道, 前锋妈文言立刻激动起来, 你们怎么能这样? 怎么能让这个恶毒的女人 继续住在我儿子的房子里, 还伤害了我的孙子? 她说着就想要冲上来, 但被警察及时制止。 你之前报假警, 现在又试图袭警, 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了。 如果你再有任何过激行为,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拘留措施。 警察严厉地说道, 你们知道我儿子是谁吗? 他是A大的教授,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前锋妈嚣张地喊道, 但警察并不理会她的威胁, 直接将她控制住。 前锋妈气得脸色铁青, 瞪大眼睛怒视着我。 我明白了, 你们这些人和她都是一伙的。 高兰,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 骗了我儿子的钱不算? 还害得我孙子脑瘫。 你自己生不出孩子, 还不让我儿子找别的女人生。 她愤怒地指责道, 我冷冷地看着她, 我到底能不能生孩子, 以及为什么不能生,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前锋妈听了我的话,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仿佛被戳中了痛楚, 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想起那段痛苦的回忆, 我流产后在家中休养, 前锋妈带着村里的偏方来看望我, 逼我喝下那碗黑乎乎的药汤。 我喝了三天后, 大出血被送进医院抢救, 从此便再也无法怀孕。 还有一件事, 我冷冷地继续说道, 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在我的名下。 我给你三天时间搬出去, 否则我会找搬家公司来把你的东西都扔出去。 你胡说, 那是我儿子买给我养老的房子。 你害了我孙子不算完, 现在还想来害我吗? 我告诉你, 我儿子有的是钱, 你最后一定会后悔的。 前锋妈气急败坏地喊道, 警察同志果断地将叫嚣不停的前锋妈带走。 三天之后, 我准时地带着开锁师傅和搬家工人 前往前锋妈所住的高级公寓。 随着我的一声命令, 开锁师傅熟练地打开了房门, 搬家工人开始有条不紊地往外搬运物品。 老太太的物件还真不少, 我目睹着搬家工人忙碌了整整两个小时, 耳边忽然传来了老太太在楼梯间打电话的声音。 已经跟她离婚了, 我儿子早就对她没兴趣了, 她就是个普通的医生。 而且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老太太在电话中嘲讽地说。 搬运的工人们听到这话, 相互间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大家继续搬, 今天的工资我给你们三倍。 我平静地发出指令。 听到这话, 工人们立刻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前锋妈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走上楼, 看到家门大开, 她惊叫起来, 你们是谁啊? 怎么敢随便开我家的门? 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要偷东西吗? 她激动地抓住一个工人的衣袖, 我要报警, 你得跟我去警察局。 这时, 她才注意到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我。 好啊, 原来是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她愤怒地喊道,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到自己送上门来了。 她的声音充满了怒火。 二姐,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偷你东西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 焦急地问。 是我儿子的前妻在欺负我, 她想要抢走我的东西, 还想让我流落街头, 你们快过来帮我。 前锋妈带着哭腔回答。 二姐, 你等着, 我们马上就到。 电话那头传来了坚定的声音。 工人们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前锋妈试图阻止, 却无济于事。 她愤怒地看着我, 你等着, 我儿子来了, 看她怎么治你。 风风啊, 高兰这个女人太过分了, 她想要霸占妈妈的房子, 你快点来救妈妈呀。 老太太说着, 竟然真的挤出了几滴眼泪。 我坐在沙发上, 专心致志地玩着手机游戏, 对她的表演视而不见。 没过多久, 前锋急匆匆地赶到了。 她一进门, 她妈妈就迫不及待地拉住她, 开始诉苦。 看到房间里一片混乱, 前锋大声喊道, 都给我停下。 但是, 没有人理会她, 工人们都想赶紧搬完东西, 拿到三倍工资。 前锋气急败坏地打掉我手中的手机, 你闹够了没有?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我站起身, 毫不示弱地回应她。 儿子啊, 快把这个贱女人赶出去。 她不仅害了我的孙子, 现在还想来害我。 前锋妈添油加醋地讲述着, 就在这时, 前锋家的亲戚们也赶到了, 一下子涌进来七八个人。 他们嚷嚷着, 二姐, 我们来帮你了。 前锋也在这儿呢, 咱们可不能让他的妈妈吃一点亏, 成妈妈辛辛苦苦一个人把她养大, 咱们可不能让一个外人伤了她的心。 你们这些人, 赶紧停手。 话音刚落, 前锋的亲戚们就开始和工人们推扫起来, 场面变得混乱不堪。 前锋妈趁机想要冲上来攻击我, 我迅速躲进卫生间并锁上了门, 然后立即报了警。 警察的响应速度非常快, 仅仅三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警察一来, 首先制服了那些正在打斗的亲戚。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严肃地问道, 前锋妈赶忙走上前去, 开始大吐苦水, 我那个儿媳妇啊, 天天不在家, 肯定是外面有人了, 现在跟我儿子也离了婚。 现在, 她竟然还惦记着我儿子给我买的养老房, 叫了这些搬家公司的人来帮我的东西, 想要把我赶出去。 我这把老骨头了, 可怎么办啊? 说着, 她还假装抹了抹眼泪。 当事人在哪里? 警察环视四周, 问道, 我见场面已经得到了控制, 便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这些搬家公司的人是你叫来的吗? 警察询问道, 是我叫的, 警察同志。 我坦然回答, 这房子是你的吗? 你就这样擅自搬东西。 警察的语气有些严厉, 这房子确实是我的, 证件都齐全。 说着, 我从包里拿出了房产证, 笑着递给了警察。 你胡说, 这明明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养老房。 前锋妈急切地拉着前锋的胳膊, 儿子, 你快跟警察说说。 这房子怎么可能是他的呢? 这房子是你结婚前就买了的。 这房子确实是结婚前买的, 我接口道, 不过, 是我爸妈结婚前买给我的。 不可能, 这是我儿子读博士赚了大钱之后, 买给我的。 前锋妈的情绪有些激动, 真是笑话, 你儿子读博士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我出的, 他哪里来的钱给你买房? 我冷冷地看着前锋, 前锋, 你说呢? 前锋的脸色顿时变得通红, 他支支吾吾的,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初, 我看在前锋一片孝心的份上, 才把自己的婚前房让给他的妈妈住。 没想到, 他竟然在他的妈妈面前吹起了牛皮, 想到这里, 我不禁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前锋的亲戚们听了我们的对话, 开始窃窃私语, 我还以为前锋真的出息了呢, 原来是个吃软饭的。 看来他们离婚, 也是因为女方看不上他了。 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 说不定问题出在前锋身上呢。 这时, 前锋的三姨站了出来, 他看了看前锋妈, 不满地说道, 二姐, 原来这房子根本不是你的, 那你还叫我们来干什么? 说完, 他又转过头来, 陪着笑脸对警察说, 警察同志, 这事跟我们没关系啊。 都是他叫我们来给他出气的。 我们都是规矩的老百姓, 就让我们离开吧。 警察同志审视着手中的证件资料, 严肃地说道, 都跟我回警局做份笔录。 你们动手打人了, 难道不该负责吗? 搬家工人们有的胳膊上, 有的脸上都带着伤痕。 前锋的三姨听了警察的话, 立刻就不高兴了。 他大声嚷嚷, 二姐, 你自己儿子有几斤几两, 你心里没点数吗? 我早就说过, 前锋一个学生,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好的房子, 当初我就觉得不对劲, 可你就说我极度。 现在呢, 看看清楚, 吃软饭的, 还硬要摆谱。 现在女方家把你儿子甩了, 你还想把我们也拖下水? 这赔偿金, 我可不出, 你们自己看着办。 前锋妈妈一听这话, 火也上来了, 明明是你们自己要来, 看到我儿子成了教授, 就想占便宜。 我儿子从来不依赖女人, 他有今天的成就, 都是靠他自己努力得来的。 而且是我儿子甩了这个贱女人, 他已经给我找了新的儿媳妇, 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孙子。 两边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警察同志只好把他们全都带到了派出所。 由于我承诺了三倍工资, 搬家公司的工人们也都乐意去派出所做笔录。 我们刚到派出所, 就碰见了前两天来过的警察。 他们很惊讶, 怎么又是你们俩? 我连忙解释, 警察同志, 是他爸站着我的房子不肯搬走, 我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风风, 你倒是说句公道话啊, 这房子不是你买给妈妈养老的吗? 前锋妈妈急切地问道。 前锋尴尬地说不出话来, 只好含糊其词, 妈, 你搬来和我一起住吧。 这房子, 离婚的时候已经全部画给高兰了。 我冷笑一声, 前锋, 你也要点脸吧。 这明明就是我的婚前房产。 说着, 我递上了离婚判决书, 结婚证和离婚证。 警察同志仔细查看过后, 确认道, 这确实是你的婚前财产, 不过你的做法确实有些偏激。 对不起啊, 警察同志。 我之前已经跟他说过让他搬走, 但他一直赖着不走。 我也是没办法裁, 我态度诚恳地道歉并承诺以后不会再犯。 警察同志看着我的笑脸, 也不忍心说出太重的话来, 下不为例。 前锋妈妈开始无理取闹, 凭什么要我搬走? 肯定是你在房产证上动了手脚。 前锋见不得他妈妈受委屈, 高兰,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妈妈呢? 我是想体谅他, 这房子就当是我送给你们了。 可他竟然跑到我家报警污蔑我故意害人。 我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前锋妈的神情顿时变得慌乱, 显露出内心的不安。 很显然, 前锋并不知情他妈妈来找我麻烦的事, 但我确实是高估了前锋的道德水准。 他居然说, 他作为一个老人, 没受过多少教育, 你就不能稍微忍让一点吗? 我冷笑回应, 我们俩的婚姻已经结束了, 我和他现在就是路人, 我为什么要忍让一个路人? 高兰, 你真的是既冷漠又自私, 一点同情心和孝心都没有。 你做事这么绝, 我也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前锋恶狠狠地说道, 我冷冷地提醒他, 你还是先关心一下那些被你亲戚打伤的工人, 谈谈该怎么赔偿吧。 一提及赔偿, 前锋的三姨立刻急着撇清关系, 前锋, 是你妈叫我们来的。 而且, 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 你作为一个大学教授, 应该不会在乎这点小钱吧。 前锋妈心疼儿子, 不愿意让他出钱, 动手的是你们, 为什么要我儿子出钱? 现场再次陷入混乱。 警察不得不把他们分别带到不同的房间, 才恢复了秩序。 为了面子, 前锋最终还是选择独自承担赔偿。 我暗示工人们可以趁机多要一些赔偿, 他们也很配合, 让前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工人们离开时, 还开心地对我说, 姐, 以后还有这样的活, 记得叫我们。 看到前锋妈那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心里别提多痛快了。 我本以为前锋会有些小动作, 但没想到他会如此卑鄙。 在手术室外的那段, 我对前锋和周小倩动手的视频, 竟然被传到了网上。 视频没有声音, 只有我挥拳的动作。 这一下子就点燃了公众的愤怒。 警号医生暴力事件, 警号警号A市人民医院高栏, 警号警号高栏应被撤销医生资格, 警号一打开, 社交媒体, 满屏都是对我的谩骂。 现在的医生都敢打人了, 还有没有法律了? 刚生完孩子的妈妈那么虚弱, 她怎么下得去手? 这种心肠歹毒的人, 根本不配当医生, 应该撤销她的行医资格。 A市人民医院必须立刻开除高栏。 前锋意图利用舆论压力, 迫使医院将我除名, 进而毁掉我的名声。 医院院长致电给我, 高栏, 你最近就好好在家休息吧, 别往医院跑了。 如今医患关系如同走钢丝, 患者家属的情绪很容易受外界舆论影响, 进而做出过激行为。 我猜现在医院周边 可能已有不少人想趁机闹事。 小区的保安也打来电话提醒, 业主, 小区外现在聚集了不少人, 为了您的安全, 建议您不要外出。 前锋竟然连我的住址信息 都公开到了网上。 他这时真想让我出仇啊。 毕竟, 法不择重, 这道理他不是不懂。 就在这时, 爸妈的电话也来了, 拦了, 那段视频是怎么回事? 前锋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无论何时, 爸妈都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但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操心, 毕竟他们都上了年纪。 爸、 妈, 我和前锋已经离婚了, 他的确做了一些对不起我的事, 但请放心, 我能处理好。 你们不用, 真是胡闹。 你离婚受了委屈, 怎么不告诉我们? 我们高家的人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爸爸的声音透露出愤怒, 其实我也没怎么吃亏。 我努力忍住泪水, 我已经让前锋净身出户了, 现在网上的这些。 只是他的小伎俩, 我很快就会摆平的。 面对近期的连串打击, 我始终没掉过一滴泪, 但爸妈的关心, 却让我心中的委屈如潮水般涌出。 兰兰, 你放心, 爸爸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 爸, 您千万别动怒, 保重身体。 这种小人, 还不值得我动怒。 这件事已经惊动了爸妈, 我得尽快解决舆论问题, 不能让他们继续担心。 没过多久, 网络上开始流传出 另一段带有声音的视频。 视频中, 我的声音清晰可变, 你们俩这种不要脸的行为, 还有脸指责我。 我高兰做手术时总是全力以赴, 对得起每一位患者。 可是, 当我拼尽全力救治病人的时候, 你们俩却背着我搞在一起, 甚至还有了孩子。 你不是说你在英国进修吗? 这就是你的进修。 同时, 我也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离婚证, 离婚判决书, 以及医疗纠纷的判决书, 并联系了几家主流媒体进行转发和报道。 一时间, 舆论风向大变。 原本针对我的负面评论全部转向了前锋。 A大的教授就是这种出轨的渣男吗? 前锋这种人, 根本不配当老师。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教授啊。 这个小三还是A大的学生, 真是不要脸。 紧接着, A大的学生又爆出了一段学术答辩的视频, 并复言评论。 这就是我们院里臭名昭著的学术答击。 是周小倩的答辩录像。 一位资深教授扫了一眼周小倩的答辩材料, 然后不懈地扔到一旁, 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反正程教授会给他收拾残局的。 学术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造假与不当行为。 视频一流出, 关于周小倩学术不端的帖子迅速在网络上热传。 警号剥夺周小倩学位警号警号严查学术不端行为警号紧接着。 之前我治疗过的患者家属开始为我发声, 我们是从乡下来的, 当时根本挂不上号。 是高医生特意给我们加了号, 而且只收了最便宜的挂号费, 真的很感激。 之前在县城被误诊了, 高医生只用了12块钱的药就治好了我的病。 高医生临床经验非常丰富, 我妈的脑流其他医生都说没救了, 是高医生把她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 说实话, 这届的网友真的很给力。 他们详细梳理了我, 前锋和周小倩之间的情感纠葛, 还做了个清晰的时间线。 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 A大顶不住压力, 只能发表官方声明。 前锋受到纪律处分, 暂时停课。 虽然做出了处罚, 但显然避重就轻。 看来前锋在背后有人撑腰啊。 那我就要看看, 他的人脉能不能比得过我们高家。 几天后, 舆论渐渐平息。 前锋在电话里满是得意地对我说, 高兰, 你以为靠这些舆论就能打倒我? 我可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 手里负责十几个国家级项目。 学校对我寄予厚望, 希望我能评上院士。 你觉得这点花边新闻就能让学校放弃我吗? 听着他自鸣得意的声音, 我笑了笑。 那就祝你的科研事业蒸蒸日上吧。 前锋这个人不仅坏, 而且蠢。 他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穷小子, 在A市毫无根基, 他凭什么得到学校的如此重视? 凭什么能负责那么多重大项目? 他真以为这都是靠他自己的能力, 比他有才华的人多了去了, 为什么偏偏是他? 还不是因为他曾经是我们高家的女婿。 我爸是郁满姓林的外科医生, 虽然已经隐退多年, 但依然在上流社会有着极高的声望。 想当年, 那些权贵们想请我父亲做手术, 都得提前预约, 甚至还要派专机来接。 尽管我爸现在年纪大了, 已经很多年不上手术台了, 但他的地位依然稳固。 A大的校长受到上面人的嘱托, 对前锋多加照顾。 可这个前锋却自作多情, 以为这都是靠他自己的能力。 想想我以前真是瞎了眼, 竟然还觉得前锋不卑不亢。 他这分明就是狂妄自大。 还好我及时认清了他的真面目。 为了庆祝自己重获新生, 我决定去享受一个奢华的SPA套餐。 就在我正沉浸在SPA的舒适中时, 前锋的电话不合时宜地打了进来。 高兰,你到底做了什么手脚? 我的所有项目都被暂停了, 职称也被降位了实验员。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焦虑和愤怒, 这与我无关。 我冷冷地回答, 不是你还会是谁? 我一向与人为善, 没得罪过什么人。 他显然不相信我。 哼,我轻蔑地笑了一声, 说不定是有人想巴结我爸, 所以特意给你使了绊子。 巴结你爸, 他不就是个退了修的老头吗? 前锋的声音里满是不屑, 真是悲哀。 你以为你年纪轻轻就能当上教授, 手握那么多国家级项目, 是因为你有多优秀吗? 别傻了, 那都是因为你是我们高家的女婿, 我毫不留情地揭穿她。 也难怪你对我爸一无所知, 你的出身和眼界都太有限了。 我继续嘲讽道, 就算是A大的校长见了我爸, 也得恭恭敬敬地叫声, 高老。 我本来想悄悄处理这件事, 但既然你用舆论来逼我, 我爸知道了, 当然不会让你好过。 前锋似乎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只是反复念叨着,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想再听她胡言乱语, 直接挂断了电话, 就让她自己好好消化这个震惊的消息吧。 前锋的项目被停, 职称被降, 再加上净身出户。 她只能带着周小倩, 孩子和她妈妈挤在学校分配的宿舍里。 我并不想赶尽杀绝, 她完全可以继续当她的实验员, 那份薪水足够养活他们一家。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 他们的孩子没有脑瘫, 脑瘫的治疗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两个月后的一天, 我下班时在车库遇到了等在那里的前锋。 她看起来憔悴了许多, 眼窝深陷。 阿兰,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 我真的知道错了。 她试图与我沟通。 我没有理会她, 直接打开车门准备离开。 前锋突然冲过来抱住我, 我迅速反手给了她一巴掌, 并用力一脚将她踹倒在地。 前锋挣扎着爬起来, 跪在地上开始自扇耳光。 求你了, 阿兰, 跟我谈谈吧。 否则我就一直跪在这里。 她生死力竭地喊道, 我实在不想在公共场合丢脸, 于是只好答应和她去附近的茶室谈谈。 阿兰,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现在才明白, 我真正爱的人一直是你。 前锋哀求道, 我曾经深爱过周小倩, 但那只是因为她让我回忆起了你年轻时的模样。 她仅仅是个影子, 我的心自始至终都只为你跳动。 我已经与她断绝了关系, 我们重归于好吧。 你无法生育也没关系, 我们现在有了跳跳, 她会是你的宝贝儿子。 阿兰, 你要知道, 在我这个圈子里, 男人们常去寻花问柳, 甚至和学生有些不正当关系。 毕业后就换一个新的目标, 相比之下, 我真的算是狠守规矩的了。 谈到这个话题, 我故作好奇地进一步引导她。 哦, 但我听说A大的教授们都品德高尚, 你可别胡说八道哦。 前锋见我有些不信, 急忙辩解道, 其实男人们都这样。 比如C院的院长, 他经常去那种地方消遣。 W院的书记更离谱, 同时养了三个学生。 还有Q院的王教授, 跟企业谈合作时都会带上学生去陪酒。 阿兰, 我犯的只是男人们都会犯的错, 你就原谅我,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会好好待你的。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后, 我拎起包准备离开, 前锋,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看到你, 我就觉得反胃。 如果你再来纠缠, 我会直接报警。 高兰, 我都这么恳求你了, 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的语气已经开始不耐烦。 哼, 果然不出十分钟就装不下去了。 我冷笑一声, 甩开他的手, 静止走向车库, 打算驾车回家。 我驱车回到了自己的公寓, 停好车后, 我独自坐在车里, 静静地回顾着刚才与前锋的对话。 那个我曾深爱过, 甚至可以说是盲目崇拜过的男人, 如今在我心中的形象已经彻底崩塌。 想当初, 我还是个青涩的大学生, 对学术充满热情, 对爱情充满期待。 前锋作为学校的年轻教授, 风度翩翩, 博学多才, 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时的我, 怎么能想到, 这个男人会有一天变得如此陌生, 如此让人失望。 我叹了口气, 打开车门, 走进了公寓。 家里空荡荡的, 只有我自己的影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摇曳。 我走到窗边, 看着窗外繁星点点的夜空,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孤独感。 突然,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一条微信消息。 我拿起手机一看, 是周小倩发来的。 高兰姐,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恨我, 但我真的没想过要伤害你。 我和前锋之间, 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现在我已经离开了他, 也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 我看着这条消息, 心中五味杂陈。 我恨过周小倩吗? 也许曾经恨过, 但现在, 我更恨的是那个背叛了我的男人。 而对于周小倩, 我只能说, 她也是个受害者, 被前锋的花言巧语所蒙蔽。 我深吸了一口气, 回复道, 雨服,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吧。 我们都应该向前看, 寻找自己的新生活。 放下手机, 我走到厨房, 为自己泡了一杯热茶。 茶香四溢, 仿佛能驱散心中的阴霾。 我坐在沙发上, 品着茶, 思绪万千。 接下来的日子, 我开始尝试让自己走出阴影,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我报名参加了瑜伽班, 开始学习烹饪, 甚至尝试着去旅行。 我希望通过这些方式, 能够让自己忘记过去的不愉快,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 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 就在我逐渐走出阴影, 开始享受新生活的时候, 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我的平静。 那天, 我正在家里坐瑜伽, 突然接到了前锋妈妈的电话。 她的声音颤抖而焦急, 高兰啊, 你能不能来医院一趟? 前锋她, 她出车祸了。 我赶到医院时, 前锋已经被送进了手术室。 她的妈妈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 泪流满面, 看到我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扑过来。 高兰啊, 你可算是来了。 前锋她, 她一直在念叨你的名字, 我心中一阵慌乱, 但还是努力保持冷静, 安慰着前锋的妈妈, 阿姨, 您先别着急, 前锋她一定会没事的。 手术进行了很长时间, 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煎熬。 我不断地在心里祈祷, 希望前锋能够挺过这一关。 终于, 手术室的门开了, 医生走了出来。 她摘下口罩, 看着我们说道, 手术很成功, 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但是, 她还需要在SU观察一段时间。 听到这个消息, 我和前锋的妈妈都松了一口气。 我看着她憔悴的面容和担忧的眼神,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感。 这个曾经对我冷嘲热讽, 百般挑剔的女人, 此刻却显得如此脆弱和无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经常去医院看望前锋。 她躺在病床上, 脸色苍白, 身上插满了管子。 我看着她这副模样, 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男人, 如今却变成了这样。 然而,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前锋在昏迷中竟然一直在念叨我的名字。 她的妈妈告诉我, 她可能是对我怀有深深的愧疚和歉意, 才会在昏迷中一直呼唤我。 我坐在病床边, 握着前锋冰冷的手, 泪水不禁涌了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对她是否还有感情, 但是看到她这副模样, 我还是忍不住心疼。 几天后, 前锋终于高醒了过来。 她睁开眼睛看到我时,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愧疚。 我静静地看着她, 没有说话。 她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我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 然后转身离开了病房。 在走廊上, 我遇到了前锋的主治医生。 她看着我笑了笑说道, 高小姐, 你男朋友真的很幸运, 能够挺过这一关。 不过, 她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和治疗。 我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然后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后, 我坐在沙发上发呆, 回想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 心中感慨万千。 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让我们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 还能再次相遇在医院里。 虽然是以这样的方式, 但也让我看清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放下它, 但是我也明白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回不去了。 几天后, 我再次去医院看望前锋时, 她已经可以坐起来了。 看到我进来, 她勉强笑了笑算是打招呼, 你来了, 谢谢你这些天一直来看我。 她声音沙哑地说道, 你不用谢我, 我只是来看看你而已, 毕竟我们曾经在一起过。 我淡淡地说道, 尽量避免让自己的情绪波动太大。 她看着我, 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高兰,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但是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弥补好吗?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眼神中充满了恳求。 我看着她, 心中一阵酸楚, 但是我还是轻轻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前锋,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你应该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挽回的。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不要再让自己陷入过去的回忆中了。 说完这些, 我转身离开了病房, 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我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要放手了。